你见过吃泡菜的猫吗 这只黑白乡间18个月小猫 最爱的口粮就是泡菜 不吃饭不吃猫粮只吃泡菜 一顿不吃就不高兴 没办法主人只好顿顿给它泡菜 虽然每顿都吃但是还会馋 直到泡菜放在冰箱里 它就站在冰箱门口不停地叫唤 直到主人妥协 主人为了让它多吃点饭 于是就把泡菜拌在了饭里 让它连饭一起吃 可猫咪顿时就不乐意了 这不影响了我泡菜的味了吗 结果它把碗里的泡菜挑吃了 把饭剩下了 这挑剔的表情 跟你手机里的第六个一模一样 主人说它很奇怪 从没见过这样的猫 其他的食物都不吃就只吃泡菜 为了证明它的与众不同 节目组找了三个猫 准备了四种食物 金枪鱼泡菜猫粮和鱿鱼干 第一只猫12个月大 左顾右盼了一下 最后选择了猫粮 第二只猫23个月大 挨个闻了一下 最后选择了金枪鱼 原本猫的最爱就该是鱼 第三只三个月大 直轻轻的就问猫粮去了 最后主人家的猫登场 啥都不看 唯独泡菜最入眼 主人怕太辣 把泡菜给它洗了吃 结果它一下就发现了不对劲 转身就走了 家里实在吃不着 它甚至还跑到了外面 饭垃圾袋里的泡菜吃 主人怀疑它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于是就带它来到了医院 听说它竟然喜欢吃泡菜 一生都震惊了 它说百分之百的猫是不能吃辣的 然而检查下来 猫咪却没有什么大毛病 也没有找到它吃泡菜的原因 不过医生警告 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不然长期下来对身体肯定不好 回去以后主人决定要慢慢的给它戒掉 好了 我是新君阁 每天给您带来好故事